辣了 真的假的 辣 妳會覺得辣到真的很辣耶 終於有一個 辣死妳了耶 我需要水 一般的小菜 然後吃牛肉麵必點的花乾 是的 妳是麻辣牛三寶 我必須是吃麻辣啊 對啊 因為本身我媽把我生下來不夠辣 妳是越吃越辣的辣麵嘛 對啊 對啊 妳這個是半斤半肉 對 我是半斤半肉 我是選用的是刀削麵 就是它的那個 剛在車上講的那個大寬麵 你看不足我剛比的那個寬啊 對啊 這樣子 對啊 厚 那麵粉很紮實 紮實 所以我這個刀削麵各位 比較是偏細條狀的 沒有 沒有想像中那麼辣 還是我吃太辣 可能是妳本來就吃得比較辣 真的嗎 對啊 它的湯頭 略略的偏甜 是一種辣中帶甜 會讓妳一直不停的想要往它 底下一瓶礦一直喝 一直喝 就是妳會開始流汗 然後會覺得不行 太過癮了 然後就開始一直素麵條 一直素麵條 然後我這種是比較偏細的之後 夾起來之後 它反而就可以伴隨很多 它這種紅燒湯汁 它在這邊還有那種就是藥膳 就是比較偏清燉的 就喜歡清燉的朋友 這邊也是有這個選擇 但是這樣吃起來吸起來 因為它旁邊有這種 微波浪狀的那種刀削感 你在吃的時候 一吸起來的時候那個湯頭就會 一起到嘴巴裡面 然後就有紅燒的香氣這樣 妳的可以 我的不行 妳試試看 但這個可以滿足 小時候眷村的感覺 那很搭實耶 感覺是用高筋麵板去做的 但這個人看起來是手工的 因為它剝起來就是不一樣的形狀 它就是麵條這樣用剝的 用剝的剝出來是寬的 然後在吃的時候 就是在咬的時候 你就可以咬到它麵芯那種 帶麵粉的那個香味跟甜味 那我來吃一下 我這半筋半肉 都忘記跟大家講那個重點 有沒有 去哪裡找到半筋半肉 這個半肉是那麼大一個的 就連筋 筋 筋不... 剛剛沒有跟我講的話 我以為是 鋸腳 牛歡喜 它真的斷了幾天啊 我的媽呀 我的入口極壞耶 而且完全沒有牛的腥味 而且它這個吃下去之後 就是它那個滷汁啊 烘的那種 我不知道那種滷汁的味道 也有完全烘到這個筋裡面 因為筋其實要短的話 它可能烘很久 它就可以滷軟 但是你要把味道烘進去 是不容易的喔 然後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感覺是 但是稍微嘴唇用力一點滷 它就會滷開的那種滷汁 很好吃 這邊很嫩 它的牛腱是用電子心啊 但是比較高檔的 這樣看這個紋路 你看我這樣子吃下去 然後咬開的時候 幾乎也不用咬喔 它這個肉筋肉筋肉筋的地方 這只要用力含的時候 就不整個化開耶 很香耶 沒有的味道 所以老闆 他這個滷的功力了得 就是離牙口比較不好的人 來這邊吃都可以 完全都是刷具 我們再來吃這個 因為這個很特別 糯米椒它特別改良 它把它做成糖醋 對啊 然後但是它要辣的這邊也是有 對 太脆了吧 我剛剛聽下去 好像是在咬河谷還是 這算是開胃菜吧 就酸酸甜甜的 脆脆的 雖然說它是糖醋 但吃下去不是像 你對糖醋排骨既定印象 那麼深的那種甜 它反而還帶一點酸筋 吃下去是怎麼開胃的 你知道嗎 辣了 真的假的 辣了 你會覺得辣到真的很辣耶 終於有一個 辣死你了耶 我需要水 它的辣不是在外圍 因為它的辣不是說你一吃 然後邊緣就會辣 它是辣在舌頭的後面 刺激性的那種 嗯 點撞式的那種 我跟你講 是 這個辣椒好好吃 有XO醬的種 一把花乾 好辣 動物 看 大小小的 所以 所以 這是